洞洞新大樓拔地而起 不只是蓋住宅 還要作為辦公室使用 看看上半年全臺商辦 核發建造面積多達六十一點 二萬坪比去年翻了將近一倍 大約是四點八 棟臺北一零一的量體 其中臺北市就有三十一點四萬坪 佔據一半以上 不只是去年的七倍之多 還比住宅類多出六點三萬 是近十年來首度超車 商辦市場熱不只臺北 臺中推案也將大爆發 市調指出建商把火力集中在七期 包括新復發 聯聚 風邑以及雲匠等 都有超級商辦大案將進場 出股總銷獲投資金額達一千億 暗量創下 史上新高 以目前的這個市場需求狀況來講 仍然是處於一個公補應求的現象 尤其是A半頂半的這個市場 仍然是呈現一個租金持續往上 控制率在兩趴以下一個緊張狀況 但是相對來看 可能未來三到五年之間 整個企業移動或者租金調整的趨勢 可能正會發生 老舊商辦興起為老 多更重建 導致現有A半親黃不接 加上回流臺商 外資企業急需新商辦 都在在掀起商辦 致產風潮 三零星輸送一框 李萌珊台北報導